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伊朗却也可能是反其道而行 藉由接受制裁来大方的发展核武 再来看到国际前锋论坛报报道的是 前汇丰银行雇员法尔西尼 他窃取了瑞士银行有13万名客户的资料之后 去年在西班牙被逮捕 但西班牙拒绝了瑞士的引渡请求 而现在法尔西尼他是待在法国 而接受采访时有三个保镖在保护他 因为他表示他面临接连不断的危险 因为有人在规律着他那五张 拥有13万名客户资料的光碟 他说他想要帮助欧洲来追捕逃税者 并且要揭开腐败的内幕体系 而同样在欧洲英国卫报报报道的是 英国最近针对统一福利救济进行内部调查 发现这一个要带给人民福利跟救济的部门 工作环境却是相当糟糕 很多员工反映这里的工作文化乱七八糟 做决定以及各单位的沟通的过程是缓慢 而且没有效率非常让人诟病 而主管机关对于这些过于诚实的意见 他们是表示会虚心解讨并且改进 再来看到美国 纽约时报写到美国政府二号表示 他们截获了电子讯息 发现凯达组织在讨论要如何攻击中东 还有北非地区 美国政府发布了全球的旅游警戒 有效期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八月底 同时也宣布要关闭中东跟北非 包括了埃及伊朗还有科威特等国家 将近24个大使馆 而英国也随后跟进宣布说 因为安全顾虑提高 英国在叶门的大使馆也要先暂时关闭 而华尔街日报的焦点是 美国七月的失业率 从前一个月的7.6%下降到7.4% 是2008年12月以来最低的一次 但是七月的遮业人数 低于过去一年的月平均值 那这样一好一坏的消息 也让美国企业主增聘员工的速度放慢了 专家表示经济付出的速度趋缓 很有可能会让联准会 在缩减量化宽松政策时 会更为谨慎 以上是今天的独头条看世界